大家好 今天又包餃子了 包餃子可以做早餐 做午餐 我這些下班回來 都是煎餃子 錄餃子 都可以過來做晚餐 所以我其實經常包餃子 今天沒有上街買餃子皮 所以連餃子皮都自己開 400克麵粉 這裏是204克水 未必全部放完 可能放少一點 這樣放下去 忘記放鹽 半茶匙鹽 水逐少逐少 4克的水 先拌勻 第一次不用拆太久 放在一旁 先拌勻 用保鮮紙蓋也可以 像我一樣 用蓋子蓋著也可以 放半小時再拆 看看今天下什麼餡 今天用白菜 這裏是半斤白菜 蔥是搭的 所以有蔥 還有300克豬肉 蝦米 今天看了一條影片 他說 大陸的師傅拍攝 他說用蝦米會提鮮 不用下味噌 急凍蝦仁 鮮鮮鮮切了些蔥 切幼去 不用剁 這裏是一大碗蔥 放1茶匙鹽 醃一下 稍後因為水會拿出來 鹽的味道大部分會放進水裡 所以也不會太鹹 放心 醃一下 要半小時 這樣就會抽出白菜的水分 要拿水 現在好像幾多 但是其實拌勻 拿完水後 就不會太多 放在一旁 讓它抽水 ys Av et 蝦米 有一點蝦米 捏上麵 切碎 不用剁碎 只要切碎 切成薑蓉 切成蔥 急凍蝦仁 记得洗干水 洗净 切成几刀 不用让它二包 轻轻切成几刀 吃起来 蝦有一粒粒就更好吃 不用剁 切碎一粒粒 口感和一粒粒差不多一样 就是这样 剁面粉 剁了半小时 然后 现在可以搅拌一下 因为剁了半小时 整粒面粉 融合得好 就很容易搅拌 搅拌至光滑 看 看菜剁了半小时 有些水 我现在拿去拿水 刚才拌鲜料 忘了开机 现在就把碎猪肉 300克 放了1茶匙糖 盐就没放了 因为靠菜里有的 1汤匙蚝油 半汤匙芝油 胡椒粉 就是这样 味道 就靠那些 刚才放的 姜 蝦米 那些碎 吊起 拌均匀 还放了鸡蛋 放了鸡蛋 放了鸡蛋 应该会滑一点 我平时就不放的 今次放了 看看是否真的滑一点 弄到差不多了 鸡蛋 刚才榨干水 没有水分 拌均匀 放下鸡蛋 很香 先把面团拿出来 拌均匀 面团很滑 一半面团 中间开洞 再拉开 剁开 成了一条 切开 灯干粉 按一下 這樣壓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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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餡料放在中間 用餡料不要太貪心 放在中間 包什麼型呢 自己喜歡 我就這樣對摺 把餡料放在中間 然後把餡料放在中間 然後把餡料放在中間 這樣就可以了 不是特別漂亮 就是這樣 這盤餡料不太漂亮 不過我覺得會好吃 新鮮包的餡料 人家說綠是最好吃的 但我又喜歡吃尖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不要緊 不需要的 自己喜歡怎樣就怎樣 加了些油 然後就放一碗水 開火 容易結鑊 然後蓋上蓋 我煎餡料 我煎餡料 不過不失 合格的 中小火 十分鐘左右 煎熟 接著 現在用大火 收乾水 再煎熟 煎到燉了 再煎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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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聲 聽到沒有什麼聲音 就可以關火上了 不用煎熟 不用煎熟 現在還有一點聲音 沒有什麼聲音 不煎熟 不煎熟 可以吃了 再煎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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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煎熟